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一次就和各位同学们说一声早晨 亦非常开心 可以在今天中大课程的分享日 和大家讲一个故事 今天我想讲一个故事发生在今年1月份的时间 在这个美国的股票市场上 上演了一场以药性强的大卫迎战哥利亚的大截 事源在美国的一个讨论区叫Reddit 里面有一个板块 叫做 压住华尔街wallstreetbats 在这个wallstreetbats里面 他们就发起了一个 运动 就叫所有的散户 买一只股票 就叫做GameStop 游戏逆赠这只股票 令到它的价格 暴涨 从而破坏了 很多美国的沽空公司的 计划 最后的结果就是 有一部分的对冲基金公司 因为这只股票的价格 突然升得很厉害 所以他们要被迫平仓 其中一间公司 叫做Melvin Capital 它只是在单单1月份的时间 整个基金就是因为这一件事 因为这只股票 而损失了超过53% 你就会看到 原来散户的力量 是不是真的这么大呢 未来我就想 和各位同学讲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想介绍一下 这件事的来龙去墨是怎样的 第二我就想介绍 两个概念给大家 一个就叫沽空 一个就叫扎空 最后我也想和同学 深入点去看看 究竟深层次的原因 为什么今次这件事 会变成一件 全世界的大事 好了 咦 究竟这个游戏疫站 这个GameStop 今次这家公司的主角 这件事的主角 究竟是一家什么公司 其实游戏疫站GameStop 成立在1996年 它最主要的业务 其实就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买游戏机 第二件事 就是买这些 游戏的带 买一些游戏的碟 游戏的带 我们看回这家 游戏疫站公司 其实 它都可以算是 这个游戏行业的龙头 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美国 加拿大 澳洲 和欧洲 等地 它们有超过了6000间的分店 就买这些游戏机和这些游戏 但是好境不上 我们看回那个数字 其实在2016年之后 这家公司的业绩 其实就是不断地下滑 为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这幅图 这幅图在那家公司里面 是拍摄它们到底在买什么 那你就见到有很多游戏碟 在那里卖 但是同学 如果你们有打开机的 都知道 今时今日打机 我们还需要去买碟 其实很简单 你就这样去 下滑一些游戏 就可以 可以在那里玩 变成了 这个传统的 卖碟 这个销售模式 其实就真的 不太跟得上这个 潮流 我们看回现在 现今的游戏方式 其实最主要用一种的方式 就叫做 Downloadable content DLC的模式 去发行和销售 它除了可以令到你可以 直接地把游戏 下载到你的手机 或者你的游戏机去玩的时候 其实它周边 仍然都有很多的配套 你可以课金 买武器 去把你的角色变得更加强 这就是一个 比较新时代的 做 游戏生意的模式 这个旧的模式 其实 已经有些落后了 一个落后的行业 和一个落后的销售的模式 就真的会影响到 整间公司的核心业务 我们看看 刚才也说过 在2016年之后 其实 那个业绩是不断下滑的 如果我们看回这家公司的股价 其实它由2015年最高的位 47.62 其实是一路一路一路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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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到2019年5月 创了一个比较新的新低 大概到7.32 就会见到 有40几港在近50港元 在几年的时间 终终跌跌跌跌 因为就是它们的方式 没有去改变 变成越来越少人 去这些游戏机的店铁 买这些游戏碟 如果 这家公司 再不去转变的话 最终也会被这个市场上涂汰 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管理层就提出了一个叫做战略重启的计划 这家公司就提出了四大的策略 他就希望在未来的12到24个月,大概一到两年之内 做四样很特别的改革 第一样改革就是尽快摆脱这个传统的零售模式 就关闭200间实体店 因为你知道养那么多间店铺 又没有那么多顾客去帮衬的话 其实真的会损失很大 尤其是现在那么多人喜欢上网下转游戏来玩的时候 真的未必有那么多顾客去帮衬这些实体店铺 所以他就尽快想关闭一些不太赚钱的店铺 他亦都想照顾真的来店铺买东西的人 所以他第二样东西要做就是加强 然后顾客去到店铺里面的体验 可能他给一个角落头 让一些游戏的玩家可以在那里去试玩游戏 让他们玩完之后觉得很喜欢 就可以立刻在那间店铺买那些游戏 第三样东西都挺重要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刚才所说的 DLC那个新的做生意的模式 然后这间公司就想加快做这个数码的转型 他就开始启动一个叫做gamestop.com的网站 就是他在网站里面就可以买到这些游戏 最后那样东西就是和供应商和合作伙伴 加强一些关系 让他们可以给一些新的收入来源 让这间公司可以去赚到钱 究竟这四大的战略计划有没有用呢 自从2019年底他们开始实行这个计划的时候 那个股价亦都由7月的最低位 大概402这个位 其实一直升到上去2020年12月 大概去到18-19元这个位 其实那个成绩都挺好 你看到就是由最低四个多 对了 升到上差不多去到20元这个水平 其实升了差不多足足四到五倍那么多 好了 那因为这个股价都升了很多 那变成呢 外面有一些基金公司 有些机构投资者 他就开始就觉得 嗯 这一间公司 虽然做了一些改革 但是那个股价可能会是太高的 其中一间的机构投资者 叫做这个香园研究 Citron Research OK 他就看到在2021年 即是19日这一天 他就发觉这一间 GameStop 这间公司的收市价 大概是39.36元 大概就是40元这个水平 他就觉得40元这个水平实在太贵了 那他做了一些研究 就觉得 这间公司的合理的价钱 大概应该是20元左右 虽然这间公司做了很多的改革 但是呢 在股价上都过分反映了 他觉得合理的价钱应该是20元 所以在1月19日那晚 他就在那些Twitter、那些网站 就开始公开这个讯息 他就说了其实有五个原因 为何这间公司在那段时间 那个股价是不太合理的 好了 虽然有五个原因 那我就不将这五个原因 一一和同学仔大家去说 那我就最主要想抽两个出来说 其实呢 整个的沽空的报告 想表达一样的事情 就是这间公司的股价不合理 在那段时间太贵 为什么太贵呢 其中某些原因就是 譬如他们发觉了 这间公司呢 在12月份的时候呢 虽然那个 那个买那些 游戏机的销售 是增长了二十多个百分比 但是呢 实质的那个总销售额 就下跌了九个百分比 可以推断呢 虽然它是多了一些生意 但是整体来说呢 它那个市场呢 都被其他公司蚕食 给一些叫做Best Buy Walmart 或者Amazon的公司去占据 因为其他的消费者 亦都可以透过Amazon Walmart 上网去购买 游戏机或者这些周边的产品 另外一样东西呢 就是他们做了一些 的估值的研究 有一些的模型 他们都发觉整个估值 是太高了 其中一个指标 叫做Price over EBITDA 一个的Ratio 竟然是高达40倍 这些客观分析的条件 亦都会看到 游戏益站GameStop这一只股票的 价钱实在太贵 所以他觉得 由40元跌到20元 跌一半 都是挺合理的事情 好了 那么呢 在这个报告发表了之后 这个大位 迎战巨人哥利亚 这个世纪大战 就一足即发了 大家记不记得 刚才那个日子呢 就是1月19号 这个日子 那天股票的价钱 大概接近40元 这间的香园资本 就觉得 应该的价钱 应该跌到20元 但是你看到 整个股价图 由19号开始之后 整个股票的价格 就不停地上升 你看到真是坐了火箭 涨到太空 那么在这间公司的股价 短短一个月里面 其实呢 就 涨了超过2000% 那么最劲的时候 应该就是在1月28号 这一天的日子 这个GameStop 这一只股价 最高 真的去到483元 这个水平 你会见到 所以从40元 是足足足 涨了很多 去到488多元 那么 因为这件事来说 令到这间的基金公司 其实真的 损失非常之惨重 好了 那么跟着呢 同学仔明白了 整件事的来龙去墨之后 那么我们就看 两个概念 大家经常在报纸 或者在新闻都听到 一个叫沽空 或者最近这件事 一个叫扎空的名词 究竟他们是代表什么呢 好了 首先呢 我想说一件事就是 好像刚才那间的对冲基金公司 如果他觉得 哇 那个股票太贵了 他觉得将来这个股价 会下跌的话 他们就想问一个问题 问题就是 咦 如果那个股价不停下跌的时候 他们怎么可以赚到钱 那么沽空这个概念 就出现了 什么叫沽空呢 沽空想赚钱的方法 其实是很简单的 好像我这个例子里面 如果这只股票 现在是15元 那么我们觉得 他将来是会跌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 在15元这个间前 就沽出这个股票 然后等这个股票 真的跌到5元的时候 就买入这只股票 那么你就会见到 如果我由15元买 那我就可以赚到10元 我就可以获利10元 这一样的东西 好了 但问题就是 我手头上都没有这只股票 那么我怎么去沽空它 所以我们就要借股票 那么现实的操作是怎么样的 现实的操作就是 首先如果你是看淡的话 在15元的水平 你就要跟证券商 借入这些股票 给一些利息 给一些手续费 然后你就可以 卖了它 那么 等这个股价如果真的跌到5元的时候 那么你就在市场上面 买回这只股票 然后就还回给这个证券商 那么你就可以 所以脱离了10元这个水平 好了 那什么叫做扎空 那整件事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扎空或者英文叫做short squeeze 其实就是 咦?万一天气不似如期 那当我在15元的时候沽出的时候 如果将来的股价不去跌的时候 会是怎么样呢? 尤其是如果当股价 好像刚才那样 坐火子那样升到上太空的时候 究竟我们会怎么样呢? 我们就要做一件事 就叫做补仓 什么叫做补仓呢? 补仓就是说 因为这间基金公司 在15元的时候去沽出 但是好境不常 如果将这个股价 仍然不定不去上升的时候 那最后始终 刚才我都说过 你要还回那个股票 给那个证券公司 但是当那个股价升到很高的时候 那这些基金公司 就被迫要用一个很高的价钱 去买回这只股票 然后去还回给那个证券商 那你就见到 如果我由15元买出这个股票 但是去到200元300元 在市场上买回这只股票 还回给那个券商的话 那这些基金公司 就会损失惨重 那整个的行为 就叫做扎空 叫做short squeeze 好 咦 为什么今次 GameStop 游戏逆站这只股票 整个扎空的计划 是这么完美 这么成功的呢 我自己觉得其中一个因素 就是有这个社交媒体的配合 但是刚才我一开始的时候 都已经简介了 在美国有一个讨论区 就好像香港版的联登讨论区 它就叫做Reddit 在Reddit这个讨论区里面 其实 Wallstreetbats这个贴里面 很多的文章就在推波作 令到很多的散户很热地去参与这个扎空的行动 那譬如我就举了两个例子给大家 第一个例子 就是在这个Wallstreetbats 押着华尔街的版面里面 在4月13日其中有一个用家 叫做Senior Hedgehog 他就提醒所有的股东 记住记住 千万如果你买了这些股票的话 千万你不要让你那间的证券公司 将你手上的股票借出去 原因就是 当你不让你的券商借股票出街的时候 那些人要去补仓的时候 就真的要去市场上去买 去到9月份 9月19日 有另外一个用户叫做Player896 他在那篇文中指出了 咦? 坚持一样东西就是一股都不要买 因为你买股票 你看到股价升了那么多的时候 很多人都很心动 想赚钱 想把股票在很高的价钱买了 去赢钱 但是要令到这个责空行动成功的话 要继续不买 如果当大家不买的时候 那些基金公司 迫着要在市场上去买 只会令这个股价就会越推就越高 那 这两个的贴文 其实都引证了一件事 在这个社交媒体推波助澜之下 责空这个行为真是只一可待 为什么呢? 我首先就看一个数据 数据在这个表里面 可能太小了 所以我就把它写在这个文字上 这个数据就显示了 这些华尔街的对冲基金公司 他们沽空这一只股票 去到最高达到股票的流通量的140% 那就是为什么呢? 那就是说 如果这些基金公司 要在市场上买回这些股票去平仓的话 其实他们要买多少? 他们要买7120万股 但是整个市场上 真真正正能够给大家买到的股票 其实没有那么多 只有6975万股 那变成了 就不够令到沽空基金公司 全数平仓买入 那变成了就是 为什么那些reddit里面的网民 那么放心 可以够到这个基金公司一颈圈 就是他们就发觉 在市场上 是不够有足够的股票 令到他们去平仓 好了 这个就是 大家可能都会认识到 什么叫做沽空 什么叫做宅空 两者之间的分别 还有也都说了 在那个社交媒体 如何去令这件事情 发酵和推博了 好了 在最后这个部分里面 我就想说一说 究竟整件事 最深层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究竟是不是散户齐心 就可以事成呢 好了 我们看回那几个论点 那reddit里面的用户 就会觉得 只要散户集结力量 只要透过买股票而不卖 就令到股价上升 所以这些基金公司 就会被迫在一个高价的位置去接货 他们可以输很多钱 但是我自己看回 实际上 其实这一场的战争 是有两个战场的 第一个战场就是散户对基金公司 第二个战场其实就是基金公司对基金公司 为什么呢 可能同学会忽略一件事 或者在报纸上都会看不到这件事 第二个战场就是 其实在这个证券市场上 除了有股票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衍生工具 其中一样衍生工具 就叫做期权 这个期权其实是加速了整件事的制压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散户接二连三 买这只股票的时候 其实就会推动了这只股价 不断地上升 在股价上升的时候 然后引伸到 他GameStop的衍生工具 一些的期权 那个价格都一起去上升 究竟哪些人去买这些期权出来呢 都是一些的机构投资者 在这件事上面 有其他不同的机构的投资者 其实他们是一个叫做做市商 market maker 他们是做什么呢 他们其实是卖这些衍生工具 我给大家一幅图 简单地去解释 究竟整件事是怎么样呢 在第二个市场上面 在资本对资本里面 他们怎么去对决呢 很多的做市商就觉得 没有理由股票可以升到那么多 所以他们就发行一样东西 叫做价外的看长期权 可能很复杂 但其实不是太复杂 他们其实就是在赌注一样东西 赌注就是说 只要这一只股票不升的话 它在低位 徘徊的话 他们就可以赚取这个价钱 你看到他们会赚取这个价钱 但是当股价不断上升的时候 他们就会去蚀钱 他们就会蚀钱 对于做市商来说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他们都会觉得 那个股价没有可能会升到那么多 所以他们才去买出这些价外的看长期权 去赚取这个期权 当然不是 但是当股价不停上涨的时候 会怎么办 你会看到 他们真的可以输钱 可以输无限 变成他们就要在市场上面 买回一些股票 做一个套凳 做一个对冲 大家看看蓝色这个图 就是当他们做完对冲之后的效果 做完退冲之后 你就会看到 当股价不停上升的时候 对于做市商来说 完全没有影响 完全没有影响 但问题就来了 这些做市商 他们要在市场上面 买这个股票去做这个对冲 所以这个行为 就加速了整个的擠压 所以后组的发展会是如何呢 后组的发展就是 这些对冲基金公司投降 这个香园研究 在1月29日的时候 他就投降 就是说 我以后都不再做这些沽空 虽然他做了20年的沽空工作 那么他就不再发给这些沽空的报告 而一些的证券商 亦都有一些的限制 那么譬如是1月28日 一个证券商叫做Robinhood 这个证券商 他就限制股民的交易 投资者只可以买 不可以买 那么去到2月1日的时候 就开始慢慢放宽了 但是亦都限制了 投资者每次买 最多次可以买一股 那么这一样的行为 其实真的给到各界一致的评击 为什么大家要限制 我们投资者的活动 只要我们肯承受 我们自己愿意承担的风险 你为什么可以限制我不让我去买卖 我的股票 好了 这个就是整个股仔 大胃 打击哥利亚 整个的传门 我想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总结就是 今次GameStop这只股价暴障 其实真是一个难得一见的现象 那么散户最主要是 他们的胜利是因为透过了社交媒体的优势 他们发掘了一件事就是 发掘了这个沽空的缺陷 那么散户坚持 只是买不买 令到市场上流通量减少 这个不是其中一个原因 而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 在这只股票里面 有其他的 机构投资者参与 他们透过这些期权 和衍生工具的活动 令到擠压更加强劲 变成大大放大了整个扎空的效果 好 最后我想给一个问题 让同学可以回到家的时候 去慢慢思考一下 这个问题就是说 在金融海啸的时候 我们的股票市场 经常都受到这些所谓的 对冲基金的公司的冲击 他们透过沽空的股票 令到本来下跌的市场 那些股票跌得更加激 受到更加大的沽压的压力 大家都听完我今天所讲 沽空和扎空这两个概念 究竟同学仔你认为 我们应不应该禁止 市场上有这些沽空的活动 去减低市场上的波动呢 这个问题我留给同学回家的时候 可以慢慢去思考 好 那我将时间交给Fred 先 Thank you,Anson 谢谢 好 我估计同学 都刚刚在过去的 大概25至30分钟 就学到很多有趣的东西 尤其是刚刚刚Anson提到 沽空和扎空 我自己也是很有兴趣想知道更多的 在一米后我会再向Anson 学习一下 各位同学如果有兴趣 或者有其他问题的话 亦可以透过讨论 去发送给我们 看看Anson 有没有时间 可以和大家解答更多的 另外当然更加 另外一个途径 想再和Anson 有更多交叉的话 就很简单 就是下年你进来中文大学 西学院 那你就可以见到Anson Anson是我们其中一个 不可多得的好老师 好了 那剩下来 我们有大概十多到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那我们会做些什么呢 那当然呢 就会介绍一下IPBA program 那大家应该已经看到 这个视频了 那我开始了 那其实中大商学院 是香港第一间商学院 亦都是第一间 提供Integrated BBA 这一类型program的商学院 那 如果我们讲到IPBA program 我通常会和大家 highlight两个重点 那第一个重点 就是课程的comprehensiveness 那第二个重点呢 就是flexibility 灵活性 那其实是在讲什么呢 那大家在这章片上 已经大概有一个简单的印象 你会看到第一部分 我们说comprehensive business education 那其实是在讲什么呢 其实IPBA的i 大家可能都已经上网查过 知道这个i是什么意思了 不是international 是Integrated 这样的意思 是一个综合的工商管理学士 课程 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如果你有机会去看看 我们课程的资料 你会发现 其实同学 无论在未来 选择哪个专业 选择哪个专业 都好 其实你都会在不同的business area 有所涉猎的 OK 那我们稍后会提多一点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comprehensiveness OK 那第二个呢 就是刚才所说的灵活性 其实作为一个IPBA program的同学 其实你进入中大IPBA 你会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那一样我稍后会和大家说多一点 那另外两个点 大家看到我放在这里 第一个就是一个diversified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中大商学院很强调一件事 大学的生活 当然在课堂里面是很重要的 OK 但是呢 What happens out of the classroom 是同样重要的 OK 所以我们其实呢 在商学院 在IPBA 其实有很多不同类型的co-curricular activities 给大家去参加 那最后呢 就是一个dual degree program的选择 OK 那从上一年开始 我们就和西班牙的IU Business School 合作了一个所谓的dual degree 一个商学位科程 OK 那一样跟大家说多一点 那 刚才我们说过 Integrated的BBA 一个综合的工商管理学士科程 那不代表呢 那不代表呢 你所有不同的范畴呢 会一样讀那么多科的 不是的 那呢 其实我们中大的IPBA program 可能和其他所有的 相似的program 不同的地方呢 是我们有九个不同的concentration area 不同的专收范畴 给大家去选择的 那这里呢 有个list OK business analytics business economics entrepreneurship finance so on and so forth OK 我不足够说了 那这九个不同的专收范畴呢 其实是代表着些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代表着 是整个 我们说的business 但其实有很多不同的functional area 很多不同的范畴 那这九个专收的范畴呢 其实就是帮同学深化对那个特定范畴的一些知识 OK 那不同的地方 我们IPBA program 和其他IPBA program 不同的地方 最主要就是 我们这个concentration area 里面 同学不单止可以选择 超过一个concentration area OK 最多可以选择两个 我们就叫做double concentration 第二个 我想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这些concentration area 是不会 是不会有quota的限制 OK 换言之 就是说你进来的时候 当你读了第一年的课程之后 你发觉 咦 原来我对marketing是特别有兴趣的 那我可不可以在我将来那几年呢 我就专收做marketing 行不行呢 会不会出现的情况就是说 sorry 满了你没得读 那你读其他吧 会不会呢 是不会的 我想这个呢 在一个IPBA program里面 尤其是我们讲到concentration area 专收范图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那刚才讲到flexibility 其实除了专收范图可以选择一个 或者最多可以选择两个之外 其实你作为一个IPBA的同学 也有更多不同的选择 那你见到这幅图好像很复杂 不如我们由左下角的浅绿色的圈圈 开始讲起 很快的 第一个我见到是minor OK 左下角的圈圈 minor minor是复修 复修 那么中文大学呢 我经常都说中文大学是一间很大的大学 不单是我们campus很大 很漂亮 除此之外 所谓大的大学是大在哪里呢 是大在我们有不同的faculties 我们有不同的departments OK 虽然你进来的时候会是一个IPBA的同学 但是如果你对psychology 你对心理学很有兴趣 其实你进来中文大学 读IPBA之外 其实你也可以复修心理学 OK 同样地 如果你对economics很有兴趣 除了你可以选择concentration area 你可以选择business economics 之外 你也可以选择复修经济学 OK 同样地 有很多同学的选择 当我们讲到复修的时候 有很多同学会选择不同的language 可能会学spanish 可能会学fransch 可能会学日本 可能会学korean 等等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一个中文大学 才能给你一个优越的学习环境 好了 那我们看看左上方 Double majors 双主修 双主修 OK 那双主修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这里有三个选择给大家 双主修就是说 同学可以除了读IBBA之外 其实都可以主修professional accountances OK 专业培计 又或者选择IBBA 再加IFAA OK assurance financial and natural analysis 这些双主修其实就是说 同学除了在IBBA里面 我focus在一个特定的专收范畴 for example Marketing 之外呢 其实我都对 accounting 我也都对professional accountances 所有兴趣 其实也可以涉猎两个不同的主修范畴 OK 好了 Double degree Double degree 也是一个特别的选择 其实同学可以回五年的时间 那除了读IBBA的program之外 也可以去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那里 去取一些课程 那同学用五年的时间 畢业的时候 就会拿到两个学士学位 两个学士学位 一个是我们BBA的学位 另一个就是 刚才说 generalism and communication 那边的bachelor的学位 那这个呢 是一个Double degree 跟着IPCE OK 大家可能没有听过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Chinese and enterprise OK 那是一个 中大商学院里面其中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program 那么 作为一个IPBA的同学 你进来 第一年 其实你可以选择 用一个 所谓Transfer in 去进入这个IPCE的program 那这个呢 亦都是 IPBA的同学可以选择的 那最后一个 就是淺绿色 右下角的一个 就是一个Dule degree的课程 那这个Dule degree呢 就刚才说了 其实呢 是一个中大商学院 和西班牙的IE business school 合作的一个新的program 那IE business school呢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听过呢 OK IE business school呢 其实是欧洲地区其中一间最好的商学院 那这个Dule degree program呢 有趣的地方呢 是同学将会用 总共两四 sorry 总共四年时间 你有两年的时间 会留在中大商学院 另外两年的时间 你为西班牙的IE business school 去上课 那我想好的地方呢 就很清楚了 那大家不单止 会有两间世界级的大学 收到的 training 另外呢 亦都可以develop you personal network 那这一幅好像很复杂的图 其实就概括了我 我刚才跟大家所分享的事情 你作为一个IBBA的学生 在第一年的时候 你第一年的时候 其实进入IBBA之后 还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那这些选择 当然 为什么我们不在最初 你报大学的时候 已经给你呢 因为其实你不知道 你不进来试一下 其实很多东西你不会知道 比如专收范畴 你未读过finance 你未读过management 你未读过management 你未读过marketing 其实你根本不知道 这些学科其实是读什么 或者将来毕业之后 你的前景会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希望 同学进入来之后 读了第一年 对这些不同的范畴 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之后 才再作出一个选择 那你见到 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都在发生中 刚才说了很多 关于课程方面的东西 现在我又想跟大家 说一下另一个方面 就是说整个program上面 除了课程之外 其他的特点 第一件事 刚才如果大家还记得 我说的时候 中大商学院 是全香港第一间商学院 IPVA Program 也是其中一间最早开始的program 所以换言之 我们其实也有全港最大的alumni network 有这些校友有什么好处呢? 有这些校友 当然就是 对你好 OK 其实我们见到 无论是终于mentorship 也好 或者是这些校友 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行业的经验也好 也会对大家有所产生的 另外一件事 就是中大商学院 尤其是IPVA Program 有全中大 甚至全香港 其中一个 最internationalized 的student body 我们见到 其实除了 当然香港本地的学生之外 其实还有不少 不同国家的学生 在在IPVA Program 我们这里有个list 你见到 OK Australia Brasil Calendar 中国 Stonia France Germany UK 我不算了 OK 我想这些东西 对同学来说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进来大学 当然有很多东西是新的 你可能会不习惯 你需要时间适应 毕竟对你来说 是一个全新的学习环境 但是同一时间 同一时间 我也希望同学在大学的时候 你也可以培养到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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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除了你出去外面 去看到不同的东西 看到不同的人 之外 就算你在香港的时间 其实也有机会 可以跟不同海外的学生 不同背景的学生交流 这个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除此之外 我刚才说过 IBBA program 甚至整个商学院 其实很着重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 叫做 global experiential learning 的一个计划 或者一个 要求 其实 所有 所有 IBBA的同学 都会有 起码一次 一个 global experiential learning 的机会 OK 我们希望 我刚才所说的 我希望培养到同学的国际观 所以我们希望你在四年的时间 你在四年大学的时间 其实起码会有一次 最少一次 出国 out of home experience OK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global experiential learning 那这些 out of home experience 其实包括些什么呢 包括一些 overseas study tours OK For example 我们在上一年的 不是 前一年的 12月 OK 我们去了布拉格 我们大概有20个IBBA的同学 我们去了布拉格 参观了不同的公司 去过那边的大学 和那边的大学生交流 我们之前有去过智利 有去过以色列 等等 等等 不同的国家 这些都是对同学 很重要 很宝贵的经历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 international service learning trips 以及有不同的summer schools 除此之外 在大学 我们经常都说 有几样事情 是很重要的 OK 其中一个就是 exchange experience 海外交流的经验 中大商学院 的同学 其实看到 我们在这里放了 66% 那就是二三 就是二三 二三 二三的学生 OK 就在毕业之前 起码会有一次 去海外交流的机会 这个也是 我经常跟同事和同学 都是这样 这个数字 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数字 OK 中大商学院 以及中大 其实有超过二百八十个 这一类的program OK 这些partner school 是from all over the world OK 同学进来的时候 就应该要认真地想想 我究竟哪一个学期 去exchange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当然就是internship 一个实习的机会 那一样 好像我一路所说 其实对同学来说 这个internship 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经历 中大商学院 也做得非常之好 在这方面 另一个我很proud of 的数字 有94%的同学 在毕业之前 是做过起码 起码一份的internship 其实有不少同学 是做超过一份的internship 那这些实习 其实会是一个 什麽形式 什麽类型的实习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那其中一个最 common 当然就是一个summer internship 就是你暑假的时候 除了你可能可以 take一些summer courses 之外 其实你可能会做summer internship 公司可能做两个月到三个月左右的实习 那这些实习的机会 不单止可以让你去学到 职场上的一些东西 不单止是这样 还可以令到你可以 对特定的行业了解更加多 也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经历 那summer internship 只是其中一个最 popular 最 common的一个选择 其实还有不同类型 例如有一些是term time的internship term time的意思 可能就是一边读书 ok 那你也是正在工作 那当然这些工作 就会是part time ok 通常是senior的同学 会做的比较多 那有没有一些 你term time 里面 但是去做全職工作的呢 全職实习的呢 其实也有的 其实也有的 ok 所以呢 那些情况之下 你就会选择 暂时休学一个学期 for example ok 然后去公司打工 打全職工作 可能做四个月到半年左右 那这些也是一些很重要的经历 那我说了这么多 同学一方面就应该觉得很excited ok 那么多不同的选择 那么多不同的可能性 但是另一方面 你也可能会觉得很惆怅 觉得很不安 因为 喂 那我好像不知头不知路 那我现在可能都是坐在那里 讀书 ok 那我要考好我的公开试 那我才有其他的可能性 没错 我们都明白的 那也是因为这样 一个在中文大学里面 在商学院里面 我们有一个叫做advisory system advisory system 那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每一个IBBA的同学 每一个business的同学 入到中大商学院 其实你也会有一个叫做academic advisor的人 在帮你 那这个academic advisor 其实就是我们的老师 包括我 包括Anson 那也是我们的academic advisor之一 那同学有什么的疑难集症 ok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关于譬如你的academic studies 关于你的career 也可能关于刚才所说的交易 或者internship 你也可以去找你的advisory 和他去谈一下 问他乐客意见 那 差不多到最后了 ok 那就讲一下career plus 那我们的同学 中立商学院的同学 IBBA的同学 找工作从来都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你见到我们过去几年的数字 那 其实有98%的同学 在不职业之后 其实也讀了一份全职业的工作 又或者去Feders Studies 再读上去 比如可能读碩士 或者有些可能在香港读碩士 又或者有些去海外读碩士 所以呢 中大商学院的同学 找工作通常都不是一个问题 而且呢 很多时候同学 会找到超过一份工 ok 到时你就会有一个 happy problem 究竟你去这间公司做 还是去那间公司做 这间公司我做得开心 那间公司的工高一点 其实很多这些不同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 也可以找你的同学 你的蓬佩 你的mentor 或者你的academic advisor 再去沟通一下 去帮助你 去讨论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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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admission的requirements 那我不想仔细说 那相关的资料 大家在网上也可以很容易找到 那我认为 那我认为只是提示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 IBA program 我们有一个best 5的形式 best 5的形式 去帮同学继分 那另外呢 我们也没有一个特定的weighting 每一个学科 中文、英文、liberal studies 諸如此类 OK 我们没有一个特定的weighting 每一科的weighting 都是一样的 OK 那 当然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我没有可能 讲完所有关于IBA的课程 我刚才说过 如果同学有问题的话 有兴趣呢 其实也欢迎再联络我们 那 either through 现在的chats 又或者可以去我们 undergraduate office的网站 或者是facebook 或者透过email 和我们去联络